今天就簡單開箱一下我剛拿到的Xperia 1 II 然後這支是S20 這支是S20 Plus 然後這支是我最近最近使用的 就是近期內啦 有用的Sony的手機 我沒有賣掉 這支當初最大最大的問題就是會過熱 我有點忘記它是820的晶片還是810 就當初有點被人家批評什麼火熱機啊 什麼會過熱就是這一支 這支我用的時間很短 大概半年左右 因為它真的太燙了 我跟各位講 不過它跟Xperia 1 II一樣 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 就是它的解鎖是在側面 想說因為都開Sony的手機 就一起把它拿來稍微比一下下 那我們先來開這個 我先把這通通放在旁邊 那這次我是在PC Home買的 買的價格是35900 PC Home有附了這一個是什麼 LITV的全餐一繼續號卡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還附了一個這個 保護貼 保護貼 然後這個是富邦保險 因為這次在PC Home買 它有很多套餐啊 每個通物買都不一樣 可是在PC Home買就是有一個螢幕的保險 然後這個是 我剛才還在想說要趕快找它的保護殼 結果裡面就有一個保護殼 可是這個看起來可能比較大一點 比較不是我平常買的那樣子的 因為它這個有點太大了 可以架起來的什麼 好我們來看一下本體 那這一次啊 其實它的尺寸我上網稍微看了一下資料 它其實剛好我自己認定啊 它是介於S20跟S20 Plus的中間 整個尺寸 先把它打開看一下好了 它這一次啊 是一樣 跟S20系列一樣 是用865的晶片 然後 它的RAM18G 8G ROM是256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 先看一下這個殼子啊 這邊設計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看到 算是蠻蠻漂亮的 這個地方有點那種螢光反光的感覺 整個盒子這邊沒有 那這邊沒有 就只有這邊有點那種螢光反光的感覺 側面這邊也一樣寫著Xperia 1 2 給大家稍微簡單看一下 應該是朝這一面吧 這樣子比較給你們看的感覺 我把這個轉過來 這個轉過來 因為我收音的左右音軌的關係 所以我還是用這樣子給大家看 那我先把它打開來 盒子蠻緊的 這邊有一張 智慧手機用戶指南 好 我先說明喔 這個只是純開箱而已 不會有什麼評測 而且我也不是什麼專業的 有些真的3C很厲害的 我並不是 我只會 比較會去分享我使用的感受 然後這邊有一個 快速入門指南的說明書 好 就這樣 欸 居然是白的欸 它就一面而已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然後這個D3 給它打開 它盒子啊 好 開到這邊我稍微講解 講一下啦 其實以S20的盒子 跟 那個Sony這次的盒子 用S20系列 跟Xperia 1 II比的話 三星的盒子的確質感比較好 就整個開箱的質感 你看這邊還有點幅度欸 這好像我在印象中 三星是比較沒有的 然後這一次啊 其實這支手機 Xperia 1 II 它支援21瓦的快充 那原廠這個附的PD頭 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18瓦的 然後看一下它的電流 18瓦的話 原則上的話 這邊上面寫的是12V 1.5A 這邊有寫 18瓦基本上也夠用了啦 也夠用 當然是 它 在它的規格上面寫是說 有支援到 20瓦 21瓦 21瓦 然後這邊有一條線 給各位看一下 這條線 我覺得其實 今年三星S20其實一直給人家的評價 不是說非常的好 我待會再講一下齁 它的線感覺算是 做工是蠻不錯的喔 拉近一點 第一 這很難直接去說它好不好啦 可是有沒有 至少它就是 就是各方面 這個感覺是一個 不會硬也不會軟 就是比較中性的 兩邊都是USB-C的線 然後另外一邊這一邊呢 就附個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耳機 我把耳機打開看一下 看質感好不好 它是MH750 這個也是比較偏硬的材質 整個材質 可能 我要稍微這樣子 稍微偏硬一點 材質 然後這邊一樣 有線孔 這個 這邊有個按鈕 詳細怎麼用過以後才比較 好說明 然後 一樣這邊有附一個 這個 可以換耳塞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那個 可以讓你夾線的 夾線 夾在領 夾在襯衫啊 或什麼的 固定的 這邊 大致上這個盒子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先把這些東西 都放在旁邊 這個盒子 質感 中中 中中 那我們看一下手機的部分 哇 他這次總共有出三個顏色啦 分別是黑色 白色 跟紫色 我的這個是鏡面子 那我先 把保護貼給 撕下來 來 比較 有一點要誇獎三星的 是不是 三星啊現在原廠都有附 保護貼 我自己本身是如果原廠有附 我就不會再 另外貼了啦 那Sony這邊是沒有的 所以我晚一點就要找 找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這次一樣 我的手機在叫了 先蓋起來 等下有不該看的 就 好一樣 這邊一樣都會留指紋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次啊 一樣有三顆鏡頭 加一個TOF 然後分別就是 光角 超廣 跟長焦 當然有人講廣角是 標準 然後比較 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為什麼 其實我們在Vlog的時候啊 最長最長使用的鏡頭 絕對是超廣角的部分 可是超廣角 不論是S20 或者是 這次的Xperia 1 II 它都是不支援OIS的防手震 這有點可惜啊 那可能因為真的因為它大小 各方面來講 就是 受限於它的體積啊 各方面來講 那我們簡單來看一下它的正面 我把它開機好了 不曉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順利開 可以感覺到很明顯 它 為什麼打不開 有有震動 它的螢幕啊 是21-9的 然後這次啊 沒有什麼挖孔屏啊 也沒有什麼瀏海 它就是一個方方正正的 鏡頭就在這前面 哇 那我在開箱之前 我也稍微簡單看一下數據啊 哇 它的螢幕啊 是1644 x 3840 那三 那個三星的這兩支啊 S20 Plus跟S20 都是3040 x 1440 所以理論上來講 在它的PPI啦 Xperia 1的PPI到643 所以是比S20 Plus跟S20都還要高的 那我們比一下它的大小就好了 好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這三支手機的大小 好 那我講一下它的長寬好了啦 因為我覺得大小對於手機來講 比較重要 我接下來可能會替換掉的是S20 就是最右手邊的這一支 我通常都是帶著兩支手機在 就是跑來跑去 一支就是做我隨身的Vlog 那另外一支就是 主要就是我 像S20 Plus 剛才大家就聽到Line在想 因為 這是我平常正在就是用來工作的 那我跟各位講 S20很明顯的它的帶電 就是 就是比較快沒有電 不知道為什麼 S20 Plus就是撐比較久 所以我覺得整個握感來講 其實我是比較喜歡 S20 Plus的 就是這一支 那S20就是真的有點稍微小了一點點 那我們講一下它的大小啦 以官方的數據來講 為什麼跟我查到的數據有點 不太一樣 差不多 這個長度啊 Xperia 1 II的長度是165 然後 S20 Plus是162 所以它大概是 差了3mm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 S20 Plus稍微短一點 然後 S20啊 它的長度是151 所以它短最多 那我以寬度來講的話 寬度來講真的差的非 差距就真的比較小 中間的 這個Xperia 1 II 是71.1 那S20 Plus是73.7 所以稍微寬一點 有沒有 那 再來是 S20 是69.1 就稍微又窄了一點點 所以剛剛好啦 就是除了長度以外 這兩個來講 就是真的就是很 介於它們兩個的中間 我自己認為是中間 它的長度長一點 可是相對它的握感來講 有沒有 它又稍微 就是怎麼講 就是比較 比較低一點 就是比較窄一點 然後講一下重量 重量的話 這一支 S20 Plus是181 那 S20 Plus是186 那這一支 S 真的太老實了 S20 Plus是186 Espira 1 II 然後這一支是 S20 Plus是163 所以我會再使用一陣子 再跟各位講 這次 三星的手機啊 一直被詬病啊 就是 就是影像的部分 是有問題的 我自己在使用上 其實我應該是使用 S20系列最重度 在影像創作 我應該是最重度的使用者 應該很少 人比我 用得多 那其實我90% 都是用它的 廣角鏡頭 不是用它的標準鏡頭 也不是用 這次被罵的 很 比較多的前鏡頭 那我基本上覺得它 還堪用 不會說 像大家講的說 這麼不好 我覺得還OK 然後可是 有幾點啊 我比較 我覺得不能接受的 而且希望 慢慢的能夠改善 是因為 我已經好久沒有穩定器了 當然有一點 它本身有 內建的防手震 可是內建的防手震 就是 那個運算的防手震 它會讓畫面 變沒有這麼寬 就會變窄 基本上 我有時候 還是想要架穩定器 可是它的電源鍵 在這裡啊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穩定器在夾 一定會夾到這裡 這在S10 S10系列是不會遇到的 因為S10的 POWER鍵是在另外一側 所以我就覺得說 啊 這樣子真的 不是很 方便 所以我覺得電源鍵 是一個 我這次用S20 最 不自在的地方 那相對來講 在 Xperia 1 II 也是一樣 它的電源鍵 是在這邊 講到這邊 我剛才都沒有注意看 給各位看一下 它有什麼 它的上面啊 有一個3.5 耳機 耳麥 麥克風 耳機都可以 玩3.5 很多人喜歡 就是還包有這個 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 可能還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比較好的耳機 所以有這個比較方便接 可是我個人認為啦 其實慢慢的都已經變成 無限的 其實這個東西 這對我來講 已經越來越不重要了 以我的使用啊 當然每個人 使用的方式不同 然後以螢幕的 這邊的右手邊 這邊有 這邊有個電源鍵 然後這邊有個 這個 為什麼它這邊有個鍵 這邊有個鍵 這上面這個是 音源的大小鍵 它做的很窄 這邊做的很窄 我把鏡頭拉近給大家看 通常我們的音源鍵 的上大小 會做的寬一點 有沒有 讓我們看得出來 左邊這一個 是S20 Plus 有沒有比較寬 它做的比較窄一點 太音源 這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去習慣它 然後再來這裡 這個是 電源加上指紋 解鎖 這個鈕我就不知道 是做什麼了 這要再玩一陣子 才能跟各位分享 可能是它的快捷鍵 還是什麼 智慧 喚醒的鍵 然後這邊 它這次 比較不一樣 是說它不用插孔 就可以拔出 它的 這個 把它拔出來給大家看 就一樣 雙卡 那如果 你有個地方 要插SD卡的話 就必須 犧牲掉一個SIM 好啦 簡單就是這樣子 再轉一下給大家看 它整個做工 各方面來講 真的 感覺很不一樣 相較於S20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指紋真的 拉近一點 有沒有看到 這個指紋 天啊 給大家整個看一下 只要用一段時間 然後鏡頭的凸度大概是這樣 我寫個菜式 轉一圈給大家看 設計的理念和不同 有一點點它 就是 就是Aspira的味道的 那種成分 都還在 整個設計的 感覺啊 跟 裡面真的 還是保有它 Sony的那個味道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用一陣子 再跟各位分享 我最主要會測它的影像 就是 我還是在用影像 其他部分 我自己覺得 使用度 並沒有這麼 怎麼 其實現在的 其實現在的 手機 以這種頂級的手機來講 實踐手機來講 其實基本上 CPU什麼都夠用了 那我講一下 我為什麼不會這麼快 不用三星 是因為 我真的太依賴悠遊卡的功能了 三星配的悠遊卡 真的太方便了 我不曉得每個人的生活習慣不一樣 也不一樣 這是有關於生活作息 因為 手機有悠遊卡 最主要我是怎樣 因為我懶得在拿皮夾出來 所以啊 我什麼狀況下 會用到 三星配的悠遊卡 第一 其實就是 租U-bike的時候 那真的太方便了 因為我手機 都固定放在口袋 拿出來就可以租U-bike 然後而且它不用開螢幕 就可以感應悠遊卡 那第二個就是 我偶爾會搭公車 偶爾會搭公車 所以有時候就是真的 用一下真的太方便 然後還有就是超商 因為超商有時候很麻煩的 就是它可能支援這家信用卡 不支援那家信用卡 所以你綁定三星配 綁定Apple配 綁定的時候 有時候不一定能夠付錢 可是你手機有悠遊卡 就一定沒有這樣的問題 而且它要充值 直接就用三星配裡面的信用卡 去充值 真的非常方便 所以最後一個我要講的是 我真的非常喜歡用的 就是當你去停車的時候 如果開車廚就知道我的困擾 現在很多的 就是開車你刷的時候 很多開車你在進場的時候 現在很多都是車牌辨識 那有些當然是你逼U-卡 你就拿手機逼一下 那當然有些是連逼都不用 是你出場的時候就再逼一下 這一個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三星這幾年在台灣 有U-卡的功能 會影響到它的市場 不過我還是期望說 就是因為今年的手機比較少 今年很多大陸品牌都沒有進來 那我還是很期待 哇這樣看起來 這個手機真的容易髒喔 好啦就拍到這邊了 我再繼續趕快回家了 掰掰